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要求他们立即检查卫生舱 卡特莱特与鲍尔参选输了 不得不去看卫生舱中休眠者的情况 卡特莱特正在检查 时候一个女人出现 女人问他怎么受得了这种情况 卡特莱特说他已经习惯了 鲍尔约呼叫机问他诊断怎么样 他不得不返回舱中 女人要告诉他鲍尔他们的事情 鲍尔听到卡特莱特在自言自语 问他在和谁说话 女人再次出现 卡特莱特一分析 转眼见一个卫生舱起了火 他赶忙去叫鲍尔拿来灭火器 鲍尔气急败坏 责问他为什么不看好卫生舱 方舟里的空气渐渐稀薄 卡特莱特和鲍尔爬到通风不现市中 飞尽全力打开了机器 之后卡特莱特问鲍尔 为什么要来看这个 他的回答只是为了一个饭碗 被迫谋生 之后他们开始了下一步 寻找设备备件 他们进了另外一个储仓室 分头寻找 卡特莱特又见到了那个女人 女人叫艾比 再一转眼 艾比不见了 卡特莱特终于找到了设备 为了测试设备的安全性 鲍尔坦文进去 他让卡特莱特去检查气泡 舱里的氧气越来越稀薄 突然维生舱收缩了起来 紧紧裹住了鲍尔 不一会儿鲍尔失去呼吸 卡特莱特急忙赶了过来 打开了维生舱 之后两人起了冲突 鲍尔质问他为什么没有及时赶过来 维生舱为什么出现了故障 卡特莱特便解说可能是他漏检了 为了生存 鲍尔选择了一个躺休眠者的维生舱 来弥补他们的维生舱 卡特莱特拒绝做这件事情 两人扭打起来 他告诉鲍尔自己有办法 卡特莱特拿了一张图纸 他告诉鲍尔上面的编码和电脑上的一只 证明周围还有一艘方舟 他打算冒险去寻找 鲍尔看着他沉默无言 卡特莱特穿上带有氧气的衣服 走出了自己的方舟 他试图打开另一艘方舟的舱门 艾比再度出现 告诉他不要放弃 鲍尔知道卡特莱特穿过通风管道 在爬回去的路上 他看到了一具尸骨 他还感到很害怕 鲍尔正在指挥的时候 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跑到另一个监控室 看到监控画面 又拿到桌子上的磁带 放入电脑 另一边与鲍尔失去联络的卡特莱特 慌张起来 一个人很无助 并且失去了全身的力气 只能漫无目的地寻找 终于他们达到了另一艘方舟 却失望地发现 这艘方舟上的人已经全部死了 失望的表情告诉他 是的 与此同时 他看到电脑上 就在自己的卫生舱挣扎的时候 卡特莱特就站在他的身后 卡特莱特回到自己的方舟 鲍尔却并没有给他开门 他告诉他 监控里的一切 他都已经看到了 卡特莱特士族解释 鲍尔坚确不会开门 卡特莱特没有办法 只能转身离开 渐渐失去氧气的卡特莱特 从通风管里进入方舟 与鲍尔开始了捉迷藏 鲍尔手里拿枪 逼迫他出现 他进了主仓库 看着监控里 鲍尔从后面开枪击中他 鲍尔放出狠话 如果再不出现 就会杀了他的妻子艾比 卡特莱特气上心头 他找到用来解除人生的药剂 从后面袭击 一针加入了鲍尔的脖子 鲍尔本可以开枪 丹娜看到同事的脸庞 最终缓缓放下手 放过了卡特莱特 留他成为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人 影片最后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方舟中最低气温的人们 渐渐苏醒 卡特莱特在舱中找到艾比 两人拥抱到一起 看完影片 心中百般不是滋味 鲍尔内心是善良的 他迫于无奈 选择了这份工作 为了拯救同事 只好选择牺牲一个休眠者 而这一切并没有感动到卡特莱特 最后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还在催促卡特莱特 去救自己的妻子 鲍尔是伟大的 但又是平凡的 他又不羁 又真诚的心灵 是永远让人感动的 好了 今天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